綠營的態度一開始就說 就是那個羽團的錯啦 我執法沒有錯啦 這不是他們基本態度嗎 就現在剩下一個個浮出來 剛才那個 移民回到大陸講那一句話 在大陸上可能會衝擊人心更大 他講什麼 他講說 我們對他們這麼好 他們怎麼這樣對待我們 你不要以為 在我們聽起來沒什麼事 你再反思一下 如果你是大陸的人 你聽到這裡就要什麼感覺 這事實啊 我們台灣移民到他們的海域裡面 捕魚有曾經被驅逐過嗎 有曾經被逮捕過 被扣傳 被扣人嗎 沒有 從來沒有 而且我們還隨時可以 進出他們的漁港 捕集水啦 上岸的時候只要你有台胞證 就像你回到那個什麼 廁所開冰箱一樣 回到家裡面的 那個廚房開冰箱一樣 要什麼 隨便你拿 他們這樣對我們的移民啊 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你明天敢講不是事實嗎 我們到周山群島移民 到周山群島補遺有沒有 受到什麼像這樣的待遇 禁限制水域有沒有 他唯一的要求說 你那個有掛中華民國國旗 可不可以稍微收下來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啊 其他義務要求啊 我可以證實委員的話 因為我偷渡去那邊過 我知道 偷渡 你幹嘛偷渡 你那個採訪偷渡啊 進去裡面對方沒有偷渡的問題啊 那個年代啦 那個年代啦 那是對台灣偷渡 對他們沒有偷渡的問題 只有我們這邊算偷渡 他們不算 就是只要你有 當年甚至於 連台灣身份證 沒有台胞證都可以上岸 他們是向來對待 我們台灣的漁民跟觀光船 那他就問了問題 那台灣是這樣對待我們 他是個老百姓 他不是公務員 剛剛才指控人家什麼 山無船違法 什麼沒有船名 沒有船籍 你是在說什麼 民進黨你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事情是昨天才發生的事嗎 大陸上那沿岸就說 你只要不離開我的內海 這種在內海捕魚 沿岸捕魚 在領海裡面捕魚的船 根本就不需要這個東西 就有點像我們藍鯉的獨木舟 我們藍鯉獨木舟 也就是在我們藍鯉 跟台東附近抓魚而已啊 他也沒有辦法跑得太遠 跑不遠嘛 這種平底船 沒有辦法開到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的浪差 動不動都超過五公尺 這種船繼續把他翻了 他只是在內海 比較平靜的海面的 哪一個國家會管這種船 不要講別人好不好 很多歐洲國家 那種遊艇也沒有什麼船級別到啊 有的有 有的沒有 看跑多遠 那你現在一開始 連家可能是山無船 海峽署在金門會不知道這種事實嗎 民進黨你幹嘛要說謊 從上到下都在說謊 什麼山無船啊 他可能有走私 少來那一套 是漁船是走私船喔 哪一個走私船會光天花日開過來 你不要以為我們大家自上跟你名將要低好不好 走私船都是夜黑風高 我去問他們他們都跑過記者 社會案件 走私船沒有那種光明正大 跑到你那邊搖搖晃晃 我來補儀給你看嗎 那你現在船在你手上 有沒有走私物品 有沒有走私的人 遺傳走私船 對海巡族來講 這是一個工作上的專業常識 還不到專業知識 一看都知道 就像警察說 那個沒有拍照的汽車對不對 到底是走私還是什麼樣 還是黑社會的對不對 警察都知道 都很清楚 還是青少年無照亂開車 他們分辨得了 那你為什麼 關鍵為什麼要贏你 然後還把責任推給人家的漁船 他自己翻覆的 我們的印象都是他自己翻覆的 我沒有責任 現在多次碰撞 是他碰撞你還是你碰撞他 他現在跟你講 我們的船把他那邊頂翻了 是我們的船撞人家把他頂翻了 你在幹什麼 然後開始講 我們的執法海域啊 你竟然就是違法了 他講啊 你們過來我們都沒有違法 那現在不是啊 現在怎麼講 國民人怎麼講 我們觀光船到人家的海域裡面 依台灣的規定的講法的邏輯 就是那是人家的進線之隨意 那人家登船檢查 那你說傷害兩岸人民感情 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你在說什麼 你的海巡船把人家遺甩給頂翻了 不傷害大陸人民的感情 你的觀光船 人家上岸很科技的登記 看看你船長有沒有合法的症狀 叫什麼 叫做傷害人民感情 讓乘客恐慌 管媽啊 你到底是立法委員這幾年是怎麼幹的啊 怎麼你的基本的法律常識都沒有啊 從頭到尾如果你聰明的話 根本不要提你海巡船 你不要提說我有進線之隨意 不管是海峽中線進線之隨意 防空四北區等等的東西的概念 在法律上在兩岸關係就要刻意不提 是最聰明的辦法 你現在不是啊 我圖畫好了 還拿給你們媒體看 圖畫好了啊 你們不應該過來 誰規定的 我有跟你簽協議承認你嗎 這個就像什麼 大陸不承認日本的釣魚台的經濟海域一樣啊 然後大陸上次發揮彈 不是打中了這個 雨到國島東方的一個地區嗎 日本就說那是我的經濟海域 你怎麼可以到我經濟海域裡面 來攻擊炮彈 大陸講說我有跟你簽協議 你承認那是你的經濟海域嗎 他說那是台灣的經濟海域 台灣法人自己不敢講啊 重疊的海域就是要有協議才能夠處理嘛 要不然就劃中線嘛 那劃中線也不是日本的啊 一樣的道理啊 那個你劃那個線 大陸承認過沒有 沒有啊 所以難就難在這裡 馬英九當時跟大陸簽了23條協議裡面 就是沒有談到這個劃線的問題 對啊 那後來就下台啦 本來是有準備要談 後來就下台啦 那現在大陸覺得 我也沒有對你劃線 你對我憑什麼資格對我劃線 對啊 那你說你可以劃線 好了 那線外我登船檢查有什麼不對 你有什麼好抱怨的 在第二天那不是海監船來嗎 我跟你講大陸已經夠克制了 很多人搞不清楚海警跟海監 我簡單給大家講 海警船就是警察 海監船怎麼就環保檢查人員 因為海監船我們用我們術語就是港務局啦 港務局的海監船出來什麼 哎呀這個揚明兄你的船有沒有污染海域啊 有沒有排廢水啊 還有阿兵哥啊你的船有沒有照軌跡走啊 因為港務局進出是有一定的航路嘛 所以他們所謂在這海監船就是環境保護局 港務局底下的海域環境保護的人員 他開到你的海域裡面你是不是夠客氣啦 我還不是開警察來的 就告訴你台灣 你什麼時候給我一個答案幫我平息民怨 民怨這個訊息夠清楚了吧 你現在還不敢不幫他去平息民怨 到時候他在民怨所迫 大陸這幾天觀點被罵翻了 你知不知道這事 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媒體啊 隱匿了兩天半到三天 新聞沒有報導 大陸網媒還從台灣的媒體看到的 從中天新聞看到的 回去把他們觀點都罵翻了 你看國台辦的觀點已經被罵得臭頭了 還有什麼海事局通通被罵翻了 那我們台灣很多 我好像管罵對大陸的海警海監 還有什麼福建海事局 這是不同當地 他自己好像搞不太清楚耶 他幹海委會的主委好像搞不太清楚耶 通通混在一起耶 大陸不是在跟你釋放消息嗎 我今天是海監船來喔 告訴你不存在 那如果你再來的話 我就海警船來 如果你在無視遊 我就海軍來 看你怎麼辦 那現在只是讓你觀光船而已喔 下一次你台灣的補級船去 他就直接攔截 你怎麼辦 金門當成為孤島的時候 根本不必攻佔 根本不必攻佔 所以我是覺得管閉輪下台是應該 民進黨怎麼用這種 你要找立法委員去當什麼職務 你是要問問看他有沒有 基本的專業嘗試 他講到就 民進黨從來不問專業的不是嗎 那就會出事嘛 碰到問題你不想 這個問題一從頭就說 跟大陸直接放話 就說我一定依照嚴格的法律 把這事情原本的呈現出來 有錯誤的話我們會認錯 有懲罰我們 日本民進黨不是最崇拜日本嗎 日本當時怎麼處理他們的海上 什麼海上保安廳 還是警察廳我搞不清楚 海上保安廳撞翻我們的遺傳的事情 那是什麼處理啊 那我們台灣沒有什麼話講 人家完全依照正常正當的 而且是屬於國際水準的法律程序在處理 是我們的船撞人家 人家發現是他們白尾把我們的船吸過去 我們撞人家的 人家承認道歉 我們他們的船不應該白尾 一大船白尾會讓小船翻覆 連人家這樣的道歉 而且還賠償 那我們呢 我們有沒有國際水平啊 今天怎麼講到今天怎麼講 還在講 第三責任選 你把它當交通意外啊 所以我覺得管碧嶺是完全不合格 那海巡俗的相關的官員更不符合 人家家屬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人家講的是什麼 人家反駁什麼 人家反駁什麼 你營利在先喔 這個事情如果不嚴肅處理 然後讓大陸的民意不斷的高漲 他講我們對你這麼好 你怎麼對我們這麼粗暴 大陸官員 我也不想批評大陸官員 大陸官員沒有民意壓力 他也想要混過去 真的是這樣子啊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不是嗎 大陸官員不是這樣出零了嗎 現在是所有的大陸官員 已經罵翻了 怕上級來查處 所以假裝 我派個海間 又不敢太大動作 派個海間船 所以他已經夠克制了 你還看不懂嗎 你民進黨當時還這樣囂張下去嗎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分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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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